我们认为这三位 郑文灿 梁文杰 郑运鹏 就是台湾对陆的三大国安破口 大动作开记者会反击 因为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访中消息一出 民进党大肆批评 国民党也翻旧账 郑文灿跟梁文杰 就是法院认证的酒店咖 在这么这个澳门 这个特别龙蛇混杂的会所 来进行消费 难道没有被情治系统渗透吗 国民党这种膝盖反应式的 个人攻击式的反应 那对我来说是荒谬的啦 被点名的郑云鹏语气很无奈 同样被拖下水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目前战无回应 到时民进党中央也立刻启动 快打部队展开反击 去年已经朝共处统 今年夏立言访中 不可以再轻描淡写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中争议 让蓝绿不断隔空开炮 2024大选之战 俨然提前开打 民进党是一个竞选的政党 什么事情任何的施政 都是以选票为考虑 他不以民生 国际民生为考虑 2024大选蓝绿阵营 人选还没出炉 两岸关系已经先成为攻防战场 华语新闻 优优平达李鼎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